地产商就不会大到不能到 但地产市场是大到不能到 就是买腾大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是明知故犯的 这个是中国 不是外面 他们要控制这个地产市道 不是真的在说很坏的时候 其实他们总有办法 大家如果想看多点我的分析 就记得订阅经济一走的YouTube频道 还有下载他们的APP 其实恒大我觉得是 那些人超过的恐惧 就是海航是小过恒大才算 但是海航加安邦 再加曼达 那你怎么都大过恒大 安然无恙地经过了这个 拆弹危机的了 还有你雷曼 我绝对不信的 因为雷曼你出事的时候 那些人都觉得它是 最高级别的公司来的 但是恒大现在出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很不碰 才要高息借钱 很危险下 很高杠杆操作 所以你去借钱或者买恒大的东西 除了你只可以说 国内有部分买理财产品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明知故犯的 那你变成 你不会倒3T倒身家的 你明不明白吗 你没有用3T倒 你倒20倍的马 你都买小一点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那些人其实都会在一个组合里面 其实他们占的部分 其实他们会管理财产 所以我觉得你说一个 固定的话 其实机会就不是很高的 唯一你担心恒大爆的时候 就其实你会影响了整个地产市道 一个高度宣传的东西 今次是海航爆了 平民百姓不会在一个传媒 经常都说海航爆了 海航爆了 即是海航拆骨 那些人都不知道 他拆骨 平民百姓不理 但恒大就不是 恒大就个个街边 阿斯拉阿沈都跟你说恒大的 那就变成你可能会 就是说恒大爆煲 那接着就大家买楼 不要买那么快 因为有人不爆煲 这个延期会有点影响 那你就不知道 那个延期会影响其他 可能是其他地产商的 那个费率有多大 那到时就可能 你会有其他 就是地产商都会被它拖累 因为其实整个贸费率是 就是无论你在个 家幣市场或者 雇产市场都可能会慢了很多 所以他们 去refinance他们的 债务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遇到问题 所以就到时候可能 有些抗散的影响 但是 这个是中国 不是 外面 那你说的 如果你们真的 他们要控制 这个地产市道 不是真的说很坏的时候 其实它总有一办法 所以你说恒大爆煲之后 你说有个超级大影响 我就不是太相信的 但是当然因为市场心理上 已经很脆弱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你看到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好一点的公司 其实你说你 spillover的机会 就不是真的太大 就是不会说爆到雷曼那样 我们现在二万五 然后一万一千 你别傻了 雷曼真的爆了这样 但是我们不会 因为那个是一个 最高级别的信贷评级公司 然后爆煲 个个都傻下傻下 又不懂那些 又很多人买了一些不知什么鬼 首先就说改变游戏规则 我觉得是一个未确定的材料 其实都是大家看过报导 然后就自己以为是 首先反映一件事 就是现在那个媒体上的新闻 其实是影响着市况都挺大的 但是这个都要接受 至于你说是否真的 大家未知的 不过我觉得就已经有影响了 因为你对很多人来说 置业就是一个人生里面 一个很大的决定 然后你有一个这样的新闻之后 然后你又倾向觉得有些机会的话 其实你都可能会延述 你那个置业的决定 就变成了你会对那个 市况会产生一个心理影响的楼市 可能交投会慢了 这件事其实对香港地产股来说 现在你不同以前 你以前就可能香港市场的重要性很大 但现在香港市场的重要性 不是真的太大 Crypto这件事是DeFi 那你的DeFi就是这样的 政府一定看你不顺眼的 想紧贴更多理财 投资和生活的资讯 就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一下小鐘